中山的马鞍岛为何深受省镇银的喜爱 都知道省镇土地少 银口多 房价高 很多省镇银选择在临省区域买房 而选择临省区域买房的省镇银 有一大部分都选择在中山 尤其青睐马鞍岛 省中通道2024年通车后 中山到省镇的通勤时间 由两小时所短到20分钟 而省中通道省镇出口附近 就是保安机场 像在深圳南山 保安等区域 在这边买房居住 深圳上班也非常方便 双向拔车道也不会堵车 比如东莞的临省 面临堵车的压力 贵州的临省 无论坐地铁还是开车 通勤南山 保安的时间都要至少一小时以上 连接珠海的省镇大桥 还未正式开建 兑现时间更晚 相对其他的临省区域 中山马鞍岛的通勤时间更短 马鞍岛虽然现在面貌比较荒 但是配套方面的规划阵容 堪称豪华 马鞍岛将建成远世十所学校 从小学到大学 一步到位 还有五大国际科教设施进驻 打造十三大生态公园 七大医疗机构 包含两所三家级医院 和大湾区唯一的国际医疗城 六大商业娱乐休闲配套 七大文体配套 打造多功能为一体的自创滨海新城 回复666名取最新楼盘资料